别人都喝plus版冰红茶,我跟他们不一样,我比他们有钱,我都喝plus版冬棚啊,喝起来这个比较有感觉,这四块钱的冰红茶配不上我的档次,只有这个冬棚才能配上我的档次,我还有买了个面筋啊,我为什么说话这么狂呢? 实不相瞒,我已经准备进场了啊,这里的底线不是你们这些普通人所想象的,底线已经高达2100,所以说买杯高达五块钱的冬棚,还有一个面筋,是我们这些成功人士的标配啊,现在我就替你们尝尝这种五块钱的冬棚茶什么味道啊, 估计你们这些底层人士都没有喝过五块钱的啊,非常棒啊,非常有力量啊,以后进场打螺丝会更加的凶猛啊,再咬口,面筋,嗯,不错,做成功人的感觉真好,虽然我还没有进场,还没有领到第一份工资啊, 但是我开始已经飘了啊,我感觉我已经属于中上等人士了,底线高达2100,以后再也不喝plus版的冰红茶了,plus版的冰红茶是屌丝的标配,与我是完全不相符的,只有这个冬棚,或者是红牛,红牛还是有点掉档次啊, 因为毕竟便宜一块钱嘛,所以说便宜的东西我一般都不喝,我比较喝贵的,从明天开始我都开始进场了啊, 在老挝待了半年,把我这个有钱人的积蓄全花完了啊,我非常气愤,我准备继续打螺丝,重新转回来啊,我还不知道这个场到时候分的岗位怎么样啊,有可能我能一直干几个月,有可能分的岗位非常不好,我当天就跑了, 没办法,有钱人就是很随意啊,说跑就跑,可能今天在这个地方,明天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了啊,这些这个成功人士的随意性,不是你们这些贫穷人能想象到的啊,我进过所有场,哪个场对我不好,让我有一点不开心,我就提同跑路啊,没办法啊,像我们这种有钱人都有这种太子病啊,说不干就不干啊,没办法, 现实就是这样啊,就比如这个面筋啊,你别看这个面筋,这个面筋高达三块钱啊,这可不是一般的面筋啊,一般的面筋都是一块钱的小面筋啊,我感觉配不上我啊,我只有吃这种三块钱的大面筋啊,吃着吃一个顶三个,吃起来非常这个解恶啊,没办法,成功人就是这样啊,左手一个面筋,右手一个,你有一个plus啊,这,拿着这两个东西,我走在路上,我都自觉感觉很嚣张, 自然而然的就嚣张起来了,没办法 实力已经不允许我低调了啊,我的实力不仅仅是在这两件东西上面啊,还有这个辣椒,你看 一般没有钱的人能抹这么多辣椒吗,一般没有钱的人连辣椒都不敢吃啊,而我就恰恰相反,我是疯狂的往上面抹辣椒啊,尽情的抹啊,没办法,就是有钱 三块钱的面筋啊,我恨不得抹六块钱的辣椒啊,吃一口面筋啊,混音火辣辣的,走在街上啊,非常亢奋有力啊,非常激情澎湃,没办法,成功人都是像我这样 好,大家想不想做成功人啊,向我学习吧